我覺得根本不應該讓萊豬進來 為什麼要讓萊豬進來就不懂了 怎麼講 我們生命的價值 去交換些什麼東西我們也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懂蔡英文 蔡英文她當時這麼樣的反對 來牛對不對 那她現在上 換個位子就換個腦袋 我覺得她 我很不同意 我覺得民進黨這樣子做 她就會失去民心 不是長久想要經營下去 想要名流輕死 因為她好不容易爭得到政權 應該好好的做 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 就是很多地方 真的他們好好的檢討 政府也要弄一個標章 有萊豬的 讓這一群消費者 有辨識 有可以買的消費的地方 黨權三年 三年以後 三年到了恢復黨籍 他們又是民進黨對不對 他在選三年以後選立委以前吧 我記得是以前停止黨權 提名以後就恢復黨權 所以他們還有資格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表面工作 這樣 他們也是為了選票 其實是這樣 他們根本都沒有良心 對呀 怎麼說 怎麼講 每個縣市自己管都不行 不要經過行政院 不要說你們都違法 哪有這樣子 對不對 他們做太絕了 怎麼說 這個怎麼 小朋友要怎麼辦 我們年紀大了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會不會覺得說太強勢了 會 這麼說 就是我覺得他們可能 就是想要進來跟國家比較有 比較有來往 所以但是人民又不是很想要 應該就是要先詢問意見 其他國家都不吃了 為什麼我們也要吃 他說了算不是我們算 我們老百姓講的有什麼用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東西是見人見智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我是做食品的 我們知道很多食品的黑心天氣 天家無在幹什麼 我們自己 我們是食品的業 只會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會更反對這種東西 那如果真的進口 你希望政府能夠 就是執政政府能夠做什麼 會讓你們好辨識還怎麼樣 他不可能做 講這些也沒有用啊 不是嗎 你總統也給他 國會也給他 就是講句 長話就是小掰嘛 對啊 但是民進黨也是一樣 現在就是蔡英文也選上了 國會也給他管你們怎麼樣 對不對 講也沒用 事後講都沒有用 你以後只有下次 對啊 以後人民就要講清楚 運作不是就這樣子嗎 國民黨也不是都這樣子嗎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 黨紀就是這樣子啊 這種東西 民眾選你們 去當立法委員 這東西就是信任你們 讓你們去做 這東西 台灣都是都為了政治嘛 哪個一樣都是一樣嘛 都是為了政治嘛 我今天在野的時候 我都是反對反對 然後那個等到一上台的時候 糟糕 以前反對東西 現在不能去那個 這東西就是 談的政治就是這樣子啦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基本上都會發不出來 就算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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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